11月4日 藏传佛教第16届突然巴高级学贤授予仪式 在北京西黄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举行 来自藏传佛教宁马派 本波派 格鲁派的33名学员 通过三年的刻苦学修 圆满完成学业 取得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高级学贤班毕业证书 其中32名学员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 编金考试 融用答辩 获得藏传佛教突然巴高级学贤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江明耀活佛 向毕业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向获得突然巴高级学贤的学员颁发学贤证书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 朱康土登克朱活佛 向优秀学员颁发荣誉证书 毕业学员代表表示 突然巴称号不仅仅是一种荣誉 更是一种责任和鞭策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专专教会 按照政治上靠得住 宗教上有造诣 品德上能服众 关键时起作用的要求 继续精进学修 主动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做爱国爱教 推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积极实践者 做维护祖国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的坚定捍卫者 朱康土登克朱活佛表示 藏证佛教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尤其是要学习好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西藏和祖国关系史 树立正确的国家观 历史观 民族观 文化观 宗教观 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他强调 藏传佛教界要自觉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 主动发挥代表人士作用 遵行四条标准 做爱国爱教 引导信众 服务社会的引领者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宗教界应有的贡献 学贤授予仪式后 按照藏传佛教传统仪轨 藏传佛教突然巴高级学贤获得者集体朝拜了十一世班禅 俄尔德尼确迹节部 据统计 截至目前 藏传佛教突然巴高级学贤获得者已达到240名 涵盖藏传佛教六个教派 遍及西藏和四省 社藏周县各教派寺庙